新北市永和乐华夜市有一对帮忙家里面雇水果摊的姐妹啊 他们两个线还是大学生 每个月呢帮忙赚了两千块钱零用钱 存了一年多才一起分歧买下了一支将近五万块钱的新手机 没想到做生意的时候忙着招呼客人啊 辛辛苦苦存钱买的手机就被偷走了 不到三十秒钟就被摸走耶 姐妹气得把监视器画面公开 要网友帮忙人肉搜寻 在夜市服装店内穿着深色夹克的中年男子 走来走去不看衣服却东张西望 一直注意外头的水果摊员工 还回头假装翻翻衣服 下一秒一个剑步走出去 就把摊位上两支高架手机一把抓走 时间发生在10月23号晚间 新北市永和乐华夜市 水果摊两姐妹外头忙着招呼客人 没想到一转眼就损失近五万元 就觉得很生气啊 就觉得为什么小时候可以这样 就是很容易就得到人家的东西啊 这笔钱对两姐妹来说不是小数目 因为两个人还在念大三大四 利用课余时间帮忙家里顾摊快十年 利用每个月两千块零用钱 分期买下新手机 没想到还没付清分期付款 手机就被偷走 这手机原本就是缴了两万五啊 然后就是一个月还要扣一千多块啊 两姐妹将接视器画面PO上网 呼吁别再有人受害 也希望警方能早日把心爱手机找回来 追选杨中盛专展新北市报道 也希望解释给大家看